随着电影《杀戒》即将于近期上映 关于这部电影的导演之争也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据悉在6月6日的《杀戒》北京发布会上 女导演竹青声泪俱下 控诉导演张家瑞联合众多电影主创恶意诽谤 意在剥夺自己的导演之名 并晒出大量工作照 证明自己确实是《杀戒》的亲生母亲 然而就在此事发生的第二天 导演张家瑞也坐不住了 召集律师和一干剧组主创人员 在今召开新闻发布会 针对竹青在《杀戒》发布会上的一些攻击性言论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竹青也就是中会影音公司的董事长 也就是这个电影的出品人 制片人 还有编剧 甚至造型设计 以及他是导演 他昨天发布了一个新闻发布 可能我们在场的媒体朋友 昨天也参加了 那么他在这个发布会上 说做了一些不实之言 让我们剧组的朋友 还有大家都看到 我觉得有些东西 我们必须要澄清 要反过他 我们呢 他说我 这个对他 粉棒他 他哭又哭 我看到视频呢 他又哭又闹 又拿出一个什么 这个箭板 我觉得很可笑 我觉得事实就是事实 这个不是说做一些 现场的一些 这种动作 就能证明 事实不是这个事实 当天张家瑞晒出大量证据 其中包括工作照 起诉书 证人证言的公证书 以及与竹青在影片拍摄前 签订的导演协议 立正自己拥有电影杀季的 全部导演权力 并包含最终决定权 我在合同上 严格给了他规定 第一个 我是这个电影的 创作的最终决定权 创作艺术的最终决定权 在我手上 我们不是炒作 真的不是炒作 我干嘛要去炒作 我们人要有良知 要有底线 我们做人一定要有底线 如果说一个人没有底线 没有梁子 胡说八道 颠倒黑白 是非不白 那我们 我们 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未来 我们怎么去念 除了大量证据之外 张家瑞还邀请了 沙界剧组的一些 主创成员作为人证 而影厅的演员 肖天一 正是在现场 爆出自己 曾接到竹青的恐吓电话 都是令人一阵冷汗 就是在 是在天以前 这个竹青给我打了一个恐吓电话 因为他在网络上看到了我和刘烨的剧照 他认为这个照片是我先揉出去的 并且当时这个剧照 正好有张家瑞导演在场 正在给我和刘烨讲戏 也就是侧面证明了张家瑞导演是 杀戒的真正的导演 所以他说 先往两天之内 把照片取下来 否则让我小心一点 所以 既然是这样 我觉得我必须站出来 为张导作证 至于即将于6月9号上映的电影《杀戒》 张家瑞也希望 以管部门站出来 阻止电影上映 并呼吁大家规范中国电影市场 要勇敢对侵权行为说不 而在现场 《众主创》也签署了《联名状》 立正张家瑞 才是杀戒的真正导演 那究竟谁才是杀戒的亲爹亲娘 《风行》也将继续跟踪报道此事件的进展 敬请期待 《风行娱乐》北京报道